今天是7月7日 7月7日什么日子 卢沟桥事件 就是84年以前 在北平外面的晚平县 卢沟桥 我去过卢沟桥上面的狮子 真的是万分的感慨 那种感慨是 太多太多 血泪 牺牲跟痛苦 可是今天的我们 我们还记得吗 我们还在乎吗 日本在当时 怎么会在中国的国土上面 可以驻军 可以练兵 可以随时来攻打 为什么 我们国家是激弱 贫困 任人打压到这种程度 你就知道有多悲惨 有哪一个国家可以任凭他国把军队给弄到国土上 而当时的中国是八国联军以后的中国 是外国军队到处在中国横行的中国 是土地到处割让给强盗的中国 台湾割让出去 东北变成是日本的禁乱 还成立一个魏满洲国 接下来南京国都失守之后 还有一个汪伪政权 上海有租界 香港也已经割让租界 割让了 澳门也没有了 整个中华大地 还有各个地方各个利益 山东原来是德国的 后来变成日本的 庆竹难输啊 那七七事变 让我想到什么 我想到太多了 我们京剧的国宝 梅兰芳 他是拒绝为日本表演 他宁可就不唱 但是我们有大量的汉奸 有鹰乳羹 有汪精卫 有大量的卖国贼 各种军阀 包括袁世凯 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 可以勾结外国人 出卖中国的利益 有要援引外力 来打压自己人的 有觉得说 哎呀没有关系啊 日本人给我好处啊 汪伪政权里面 魏满洲国里面 台湾里面 有多少多少的卖国贼 跟日本合作 来侵略中国 来践踏人民 日本每占领一座 中国的城市 每杀一个中国人 有多少的卖国贼 在欢呼叫好 在帮日本人做筷子手 不然小小一个日本 他的人口多少 如果我们中国人 十个打一个 会这么惨吗 有多少军队 多少士兵 多少将领 是望风而逃 有多少奸臣 多少贪官污吏 是拿日本人的好处 有多少工资 多少余人 帮日本人卖民 但是中国不会亡 因为有更多的爱国志士 有更多人 抛去了自己的头颅 撒骗自己的鲜血 为了帮中国留下一口气 所以中国没有亡 中国不会亡 中国还会更强 但是今天 21世纪的现在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日本 他何曾悔悟过 他何曾道歉过 他侵略中国那么久 拿了中国那么多的资源 土地天文数字的赔款 所以一直到今天 日本到今天 他之所以成为 七大工业国之一 是因为 他在侵略中国的时候 拿到了利益 一直延续拿下去 很多在日本侵华的时候的 重要人物 在二次大战以后 他都纷纷的躲到 日本的重工业里面去 你像日本的商社 日本的各种企业 财阀 里面有没有 日本的右翼军国主义者 他们有没有在 一直数十年来 在帮助日本的右翼军国主义 一边卖车子 一边制造武器 这是二合一 一合二的事情 不明白吗 而这些日本 一直到现在 在享受的 这样的工业的水准 这样的富足 这当中仍然有 太多太多 中国人的血泪 抗战胜利以后 蒋介石并没有向日本求偿 我认为这是大错特错 什么叫做以德报怨 你以德报怨 你何以报德 凭什么不向日本求偿 那当然背后有 蒋介石 他无法土露的 不可告人的 私心的运作 我认为这是一个 出卖中国人的利益 凭什么 凭什么不向日本求偿 如果不是因为 二次大战以后的 这种错误的一个 政治的立场 就豢养了 纵容了日本的右翼 何以至此 而日本有钱 拿了钱 来收满中国的知识分子 培养在中国内部的 今日的力量 昧日的力量 这个中国是包含 大陆的内地 香港 台湾 有多少 日本在华的企业 有多少 是默默仍然在 效忠着日本政府 那也不用意外 人家当然效忠 人家的政府 日本企业 效忠日本政府 那中国人 中国企业 是不是应该 效忠中国政府 是不是应该 效忠中国 今天是7月7号 七七事变的纪念日 有多少中国人 记得七七的意义 我们 全面 对日抗战的开始 这是忍无可忍 而真的忍无可忍的是日本 日本是 蚕食的 惊吞的 然后他 不能够忍 不愿意忍 他害怕 再等下去 万一中国 强起来呢 万一中国 被别的列强 给摇走了呢 他就来不及呀 日本 新华 所做的 每一件事 中国人 不可以忘 事实上 全世界的人 都应该 记得 可是因为 中国 是一直被忽略的 西方人所写的 二次大战事 你去看看 他有没有把中国人 抵抗日本的侵略 当作二次大战 真正的一回事 有没有把中国的 军民 牺牲的 数千万人 当成是人类的一份子 那如果别人 刻意的忽略了 遗忘了 难道我们自己 还要不记得吗 难道我们要 遗忘我们的先人吗 遗忘我们的耻辱吗 遗忘我们的牺牲吗 可以吗 很多人说我是反日的人 要么就没脑子 要么就别有局限 为什么 我怎么会反日呢 我要反日本什么 我只是坚持 我是爱中国 任何人对中国好 我就爱 任何人以公平对待我中国 我必以公平回报之 任何要伤害中国 我必为中国而抵抗之 就这么简单 日本有那么重要 重要到我要来反日吗 日本哪有那么重要 但我们可以原谅 我们可以沉默 我们可以遗忘吗 你以为沉默 妥协 哈哈哈哈 没关系 日本人不喜欢 我们就不要提 你以为这样子 自己羞辱自己 人家就当你一回事吗 日本副首相兼财政大臣 麻省太郎 他说日本必须保卫台湾 防止台湾受到来自中国 外部的侵略跟威胁 赵立坚讲得好啊 他说这个是非常错误 而且危险 中方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日本的副首相 这个位置多大 他又兼财政大臣 他说日本要防卫台湾 他是把台湾 当成日本的殖民地 他说要防范 中国对台湾的侵略跟威胁 那是把中国 当成是台湾的敌国 把台湾当成是一个 不属于中国的领土 凭这一句 我就跟日本没玩 凭这一句 日本一而再 再而三这样搞 中国人 你不觉醒吗 不要讲台湾人了 台湾人已经活在一个 被台独控制的一个 人间地狱里面 有什么好讲的 你要跟当时汪伟政权 治理下的南京去讲道理吗 你要跟当时被日本控制的 魏满洲国 你去讲道理吗 有什么讲道理 人家摆明了 就是把那两个当成是 他的殖民地 你要讲什么道理 对日本这个就是底线 你越过底线 我绝不饶你 作为一个平民老百姓 我没有枪 我没有刀 那么很简单 我口诛之必罚之 我用我所有一切的力量 向日本抗你 如果我在生活所及 我可以不用日本货 我就不用日本货 我不是坚决不用日本货 也不可能 那万一有里面有个 零件日本做的 但我们总是要表达一个态度 当日本是这个样子 我这个人 我没有办法到日本去旅游 我没有办法在日本花钱 我跑到日本去 我就只想吐口水 竟然胆敢今天做这种表彩 麻生太郎说要防卫台湾 不是你的领土 不是你的东西 你防卫的什么东西啊 台湾是你日本的吗 麻生太郎 他说中国如果清台 日本政府会认定是安全保障的相关法规定 有存亡危机的事态 就有可能行使有限的集体自卫权 每日要共同保卫台湾 就是中国统一 日本会认为它的存亡危机事态 它要行使自卫权 话讲到这个份上 说台湾如果跟大陆统一 那是威胁日本存亡明显的危险事态 所以日本是坚决 绝对不会允许中国统一 重点不是武力 不是中国武力统一台湾 不是的 重点是不容许中国统一 懂了吗 中国一旦统一 一旦台湾属于中国 那么日本就认为是 事关它危机存亡 这样的日本 我们还能够忍受 但在台湾内部 台独跟昧日的人 就是把日本当成祖宗 这事可忍 事不可忍 这一群没有脑子 没有良心 这一群忘记了自己的祖宗 这一群干脑徒弟要为日本活的人 宁愿为了日本 要去吃日本的核食的人 也不就是这样子而已 麻生太郎 还有麻生太郎之前的很多日本政客 一而再 再而三的 极度的挑衅中国 那种挑衅 就跟84年前的七七事变是一样的性质 那就是赤裸裸的侵略 那你看美国 美国在玩两手 拜登的政府 而现在他是派出一个人 他派一个人 派谁呢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印太事务协调官 坎贝尔 他在7月6号 他说我们支持强健的美台非官方关系 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 我们完全了解其敏感性 他公开的说代表白宫表达 不支持台湾 他这样讲 台湾怎么讲呢 台湾的官 叫做欧江安 这以前是国民党 现在都在帮台独讲话 为了自己的官位 什么话都可以做 他说 拜登政府已经多次强调 对台湾的支持 坚弱磐石 我们就等着看 像欧江安统一的那一天 我就等着看你的嘴脸 我就等着看统一前课 你躲在家里面逢五星期的嘴脸 这将是最赏心悦目的一刻 蔡英文在自己的脸书上面说 达赖的受诚 说我们都要慈悲的 要怎么样的 结果好笑的事情是 下面的留言 台湾人的留言说 你有对台湾人慈悲吗 蔡英文他却去祝贺一个 要分裂中国的达赖 一个美国CIA支持的达赖的受诚 什么意思 不言自明 如果不是卖国贼 不是汉奸 我已经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美国说 台独 美国不支持 刚刚好 就前两天 邱毅仁跟陈水扁一搭一唱 邱毅仁说台独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完成的 美国也不支持 你要知道邱毅仁 他现在是蔡英文的智囊 他当然有来自美国的消息 所以他比美国的表态还要更糟 就说美国不支持 那你想想看 那跟大陆的军机 现在每一天都在台湾的附近 绕来绕去 难道没有关系 跟大陆的侦察机 跟美国的侦察机的相遇 有没有关系 跟美国知道 大陆表达了 确定坚决的态度 要统一的态度 有没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 邱毅仁还很好笑 邱毅仁说 台独是做不到的 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主张台独是有价值的 有价值 当然有价值啊 因为主张台独 让你收割政治利益啊 让你在那边喊爽的啊 就你们那狗票人很爽 然后就洗脑更多人觉得很爽 然后就不断的给你钱 给你灌票 把老百姓收割了 来看看邱毅仁的儿子 叫做邱南章 邱南章就在一家公司叫台山 在台山里面上班 号称当经理 这个是绿二代 台山生气 但他不是学生气的 但他在里面卡住一个大位置 那这个台山是谁呢 就台山呢 就搬公家的钱 搬了一百多亿 一百零五点五亿 从公家的银行搬过来 搬到一个台山投资管理顾问 那这个台山投资管理顾问里面 都是绿油油的一片绿油油的人 他在成立一个叫台山投资 那台山投资台山投雇 然后又成立一个台山生气 懂了吧 钱套着钱 钱套着钱 那钱再继续套着钱 所以喊台独 美国的支持 日本的支持 就给你支持 让你在台湾捞钱 有权利 名利双收 然后你继续喊台独 继续喊反中 继续骂北京 美国继续支持 日本继续支持 你继续在台湾搞钱 就这样 这就是主张台独的价值 懂吗 美国有三个社交平台 联手起来 威胁香港政府 说如果你要那个隐私条款的话 我们要撤出香港 你要知道 当时港独在闹的时候 他们用的恐怖手段是什么 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恐怖分子的手段 他们竟然是把维持治安的 香港警察的家人的个人资料 公布在美国的这些社交平台上 那香港是立法是不许的 结果美国现在拿来威胁中国 如果你这样我就退出 我是觉得了 你就让他退吧 就让他离开香港吧 香港绝对不容许成为恐怖主义的香港 美国现在是在中国的境内 用恐怖主义对付中国 然后我们来看看滴滴这个事件 滴滴这个事件呢 我后面补充两点 第一个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怎么写呢 好像引述一个不具名的人 他讲 他说滴滴啊 他在美国上市之前 前几个礼拜 大陆的官方曾经建议说 先不要到美国去上市好了 你自己好好的审查网络安全 官方有跟他讨论过这个事情 建议过 但没有明令禁止他上市 官方有表态说 你不要到美国去上市 对于网络安全这件事情有顾虑 结果你看他怎么讲 他说滴滴破于股东的压力 最后决定我还是要去美国上市 这个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这里面有两点 第一股东的压力 在到美国上市之前 滴滴他的外国股东 是不是就已经过半了 所以我们大家以为滴滴 是中国人的公司 但他的股权结构 他其实是个外国公司 股东要他去美国上市 他就只好去 大陆的官方跟你讲 暂缓吧 这个有安全顾虑吧 不听 去就是要去 7月5号 滴滴公开表示 他说在美国 IPO股票上市之前 我们并不知道 中国监管部门 对我们进行网络的安全审查 这个表面上是一个 平铺直据的一个陈述 但你听得出来 这种切割的意味 上市以前我们不知道啊 我们不知道啊 我能说什么 再来 第二 7月4号有大陆网友爆料 说滴滴他的独立董事 派瑞卡 他是美军退役的军官 那么派瑞卡跟CIA有什么关系 派瑞卡跟美国军方有没有关系 派瑞卡曾经是美国苹果公司的高层主管 曾经执掌合并跟收购的部门 那目前呢 是担任企业发展副总裁 派瑞卡是在2016年的6月30日 担任滴滴的独立董事 现在已经五年了 独立董事的意思 就是在公司监管上面 是从公司外面请来一个别的公司的人 那他请来的这个人呢 他是在苹果里面担任高管 曾经是退役的美国军官 他是从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 派瑞卡呢 他是2016年的6月30日 担任滴滴的独立董事 而非常有趣的是 滴滴呢跟Uber 就是跟这个美国的轿车APP 叫做Uber 他在中国运营了一段时间 好像做不太起来 结果刚好 Uber在2016年的8月 就退出了中国的市场 而Uber取得了滴滴 大概12%的股权 那这个东西呢 跟派瑞卡当独立董事 有没有关系 滴滴他拥有一个地理的 道路的数据 有卫星的图片加工 有所有的人打车的数据 如果你坐在滴滴里面 你接电话 你讲话 滴滴的车子里面有摄像头 你就全部都录了 不管这个Server 伺服器是在中国境内 还是在美国 但是当你股东是外资超过一半 最后又选择在美国上市 美国政府对你这个公司 对于你这个非常敏感的 拥有中国的大数据的公司 他就绝对的指挥权 掌控权 他要你给什么资料 你就没有拒绝权 你怎么拒绝 客户的资料 道路的资料 客户加道路的资料 叠加起来 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情报 中国14亿人 有几个人没有打过滴滴 这个危险已经存放这么久了 而中国现在还有多少的公司 是被外商掌控 被美国政府掌控 有多少的公司 手上有多少的敏感资料 这个是让人细思极空 我们中国对于美国的道路使用 对于美国人打车租车 我们手上有资料吗 我们可以掌控美国的网路公司吗 我们可以掌控 苹果 YouTube 脸书 所有这些网路公司吗 我们不能 但是中国的所有的网路公司 所有有数据的公司 都有美国资本 或者是 根本就已经到美国上市 你怕怕 想一想今天是七月七月 不要忘记七月七月 不要忘记我们中国人过去 深受的苦难 也不要忘记 我们现在身处21世纪 列强对中国人 虎视眈眈 想要把中国人打下去 那种决心 好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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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